郑文燦昨天 对 跑到了这个篮球比赛当中 最近可能真的很累 那当然他也没有站清白啦 因为他也没有这个任务了 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位给放弃掉 但他开口第一句话居然说 棒球热潮回来了 你刚有听到吗 我说他出席的是篮球比赛 那累了吗 这是一回事 那网友当然也很不领情啦 在他最后的这个任期里头就说 你连这个棒球篮球都搞不清楚 在篮球场讲的是棒球 难怪你当时防疫的时候会先拆篮框 被说是篮板王 那身为一个足协的理事长 在篮球场谈棒球确实也不够尊重 其实你看郑文燦最近新闻真的非常多 因为他最近身份很多 他身兼多职啦 第一个他是桃园市长 第二个他又是民进党败选的 检讨小组的召集人 第三呢他又是一个 刚被撤销论文的一个假硕士 所以呢那么多事情要兼顾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难免他会讲错话 这个我们稍微同情他一下 他现在最近已经心神不宁啦 好好一个学位2010年就开始读的 到现在2022年忽然间这个硕士学位没有了 可能心情到现在还没恢复啦 那本来想要利用桃园市长这个身份呢 到球场去称一点那个篮球的热度 没想到又把篮球讲成棒球 真的是太夸张了 而且他最主要就是因为之前被人家认为 对篮球很不友善嘛 在疫情期间去拆篮框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像我们那时候新北市为了防疫啊 确实也是有把一些公园 或一些篮球场的篮框把它封起来 封起来的做法呢是用黄色的警戒线 把篮球这样围起来 或者是用黄色警戒线把篮框绑起来 就是你绑起来就没办法打了嘛 可是郑文燦居然想的方法是一劳永逸 直接把它拆掉 那么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因为你拆掉你疫情总是有过去的一天嘛 篮球场总是有开放的一天嘛 那你不就是要把篮框再装上来吗 那装上来不就是又再花一次的工钱吗 那这非常奇怪啊 所以那个郑文燦当时就被骂得非常的惨 那这一次因为他刚好就是在篮球的场合 不小心把篮球讲成棒球 人家才会这么不爽你知道吗 不然一般来讲的话口误啊是不会这么的 大家不会这么的生气啦 那除了这个之外 郑文燦因为他现在我刚刚讲他三个身份 唯一一个他认为还能够找到一点存在感 跟还能够找到一点这个成就感的地方 就是桃园市长这个位置 所以各位这个昨天还有媒体人爆料 就是说他郑文燦到这个最后这个时间点 现在是十一月 今天是十二月 今天是十二月十一号 十二月十一号嘛对不对 郑文燦再两个多礼拜他就要离开 不到两个礼拜他就要离开桃园市长的位置 结果在最后时间他还在那边发包工程 通常大家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市长 要快要下台的时候 通常会尊重一下下一任的市长嘛 就是这个重大工程 特别是金额到一定的时候呢 想说这个干脆要让下一任来做好 毕竟工程发包出去 然后最后这工程最后要兼工啊 或者是要 要那个一些比较重大规划 让下一任市长尊重一下对不对 郑文燦居然还会 毛起来发包重大工程 有时候那个前一任的市长快下任的时候 人事都会冻结 为什么人事冻结 因为你现在摆很多人事进来 那等于是对下一任市长不尊重嘛 这个其实是一个潜规则 当然也没有规定说 一定不可以做 可是这个潜规则是对下一任尊重 可是郑文燦他就不管你 到底这个发包这个重大工程这件事情 对郑文燦而言到底是有多重要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更何况郑文燦任内的很多重大工程 都一直出包 所以张胜正已经明讲了 就是说他上任以后 会针对郑文燦之前发包的重大工程 一一去做检视 一一检验 看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你郑文燦还是要这个时候去发包 那这个不禁就让人家觉得说 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那我再讲一个就是 郑文燦第三个身份我刚讲 他是一个检讨小组的 检讨小组的召集人嘛 这个我觉得这个位置他做的非常尴尬 为什么 因为第一时间实际上蔡英文啊 有在总统府好像有召开一个检讨会议 他当时有找一些人去 可是没有找郑文燦 你有听过 检讨小组召集人不参加检讨会议的吗 就非常奇怪 摆明就是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 这个只是一个空壳子 就是他是一个挂名的而已 然后呢他召开一个会议之后呢 也是被大家党内骂的半死 好像刘世芳就公开的这个 质疑他 就说这次的检讨会议 好像没有检讨到重点 但我觉得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刘世芳他所提出来的点啊 好像也没有讲到重点 刘世芳讲了几个点 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讨论 比如说他第一个他讲说 政务官没有积极服选 第二个他说放任会选案平传 第三他说重北侵南 第四大小率没有这个有效沟通 第五个母鸡选择性帮小鸡 大家仔细看一下 请问一下刘世芳你有讲到重点吗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讲到重点 他现在讲的都还是 民进党的一个主流想法 就是他们是输在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次选战呢 都跟我们执政无关 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啦 你看母鸡没有好好帮小鸡 你看政务官没有服选 你看大小率没有整合 这全部都技术性的问题 可是对于本质性的问题 就是说苏文昌做的太烂了 民进党的执政很差 然后蔡英文呢 根本就放任国政荒池 这些问题他们完全不敢提出检讨 所以你就会看出来这种党啊 你说怎么完全没有 就是还在想着分位置 谁坐什么位置 谁坐什么位置 那完全没有针对问题来解释 那郑文燦当然 我觉得他也会有一点点心思 所以回过头来 我说为什么郑文昌会这样口误 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他心神不宁啊 如果我刚被撤销 二来他领导这个减少小组啊 他可能也是有心有气无力啊 然后再来就是他唯一 比较能够刷存在感的桃园市 他积极在做在积极在发包工程 可是呢所剩日子无多啦 可能才会造成这样的口误状况 感谢我们的网友陆佩野斗内 他说呢这个俗宇说亲兄弟名算账 这民进党搞反中仇中还会认为大陆对台湾会有感情吗 大陆是热脸贴在台湾的冷屁股上面 感谢陆佩黎的斗内 对像这个我刚也讲到他这个身份很多嘛 刚提到的是这跑去篮球这边讲这些 但是对半选检讨小组 据说这开了2.5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那刘世芳当然因为现在都必须具名嘛 大名大方出来讲这些 那刚刚很多网友就是很信念说 那怎么没人讲到网军这一项 而不过邮政文灿来召开这样的 他真的有这些气力或这样有底气 可以让大家服众吗 我们怎么会去期待民进党的败选小组 会真正检讨原因 就没有耶 开两个小时算什么 你还记得陈时中在整个疫情期间 有多少各式各样的会议吗 从韬银破口他们都开很多厉害会议 他们的开会的结果的结论是什么 就把整个开会就在思考 如何把责任推掉 不让民进党最擅长的 他们的政治体制的逆步文化 就是透过这些所谓的形式上 要达到这个目的 可其实上是要达到背后的 潜在的目的 所谓这个半选检讨小组 他就是一个推卸责任 最后要达到推卸责任的目的 找到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不是我们不用下台 苏贞当不用下台 蔡英文不用下台 蔡英文不用下台 大家都没有责任 最后就是民意跟对民进党期待的落差 这种抽象的部分意思 所以你听我好像有点合理 民进党很善良做的 就是他很会找一些缝隙 而且过去在选举将来 所以台湾民意 他们所掌握最厉害的缝隙 缝隙就什么 他们就是以拖待望 他们又拖延等待民众忘记 不都是这样子吗 他们做了所有的措施 要知道在六年来执政期间 乃至于包括王毕胜格人王定宇的所有的这个防客论 这些东西在过去 不要说国民党时代 其实是过去在国民党时代的当时民进党 当时黄进界包括实际上当时内部 如果有一旦这样子的个人操守 或者是公开失言 像薛瑞妍讲一些夸张的这些插话 哪一个不是一句话就要下台 懂得对吧 那时候一句话就要下台的 可是民进党已经每一个人都说了各样的话 然后这就是他们刚刚以拖待望 因为一个人自己的犯错 乃至于这次败选的集体的部分的失证错误 他们就偷偷偷 所以而且现在主要是因为赖清德 现在赖清德最近的部分是当主席 使得大家或者是 我想不要说是民进党内部或基层 乃至于现在在在野党 大家在看的事情都觉得 民进党怎么快速的止血 快速的凝聚 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啊 败选都还没有检讨完 好像有个气势 被大家说着说着说起来了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方式 他们这种转移焦点的部分方式 让最后大家都在看赖清德 而且赖清德好像崛起之心 一统江湖了 然后有些人还在期待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 还有些斗争 又忘了 民进党这次败选当中 包括以苏贞昌蔡英文为主 跟防疫期间这一路下来 大家之所以把他们这次在地方大选 下架的这些最关键的原因 这就是民进党厉害之处 到这里头我要特别也要提出一点 所以这些什么东西变得很重要 现在就是说现在包括刚刚 包括培轩所提到的部分 像张善政 现在要检讨郑文灿当中的这个施政 的过程里头 特别是很多工程案 那么当然新主部高宏安也应该来查一查 不管林志坚柯建民这里有没有一些问题 其实包括其实在基隆啊 其实台北都应该值得来看 我要讲的重点是 现在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在做追杀 而国民党必须要知道 这一次国民党没有赢 这一次是民进党输 国民党现在在民进党输的情形之下 拿到地方的部分的执政 在打一场仗来说他不是打赢了 他没有攻下整座城池 他只是攻破城门进来而已 现在国民党只是进来而已 所以如果国民党真的要去到全国 全国所有的人民 最后去理解民进党执政 无论从中央到地方是多么的烂 你不能停 你不能松手 包括谢国良 包括蒋万安 包括张善政 不要在地方上搞什么 我要蓝绿白大和解 我要好好地方执政 不可以 你就要好好的部分吧 因为我们先前选你上去 就是希望你把这些问题 弊案的问题弄清楚 而不是你选上攻下城门之后 你就要做大和解 做大善人 又回到国民党过去那一招 在马英九十年就要蓝白和解 什么之类的 不是的 你就要去验证 在民进党所有执政的基层 看似五星现场的 其实他的工程 这些都只要满地 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揪出来 讲难听一点 讲粗鲁一点 就要连根拔除 要把民进党 你不要在现在你的执政的小团队里头 好像这个民进党做得不错 我们要洗财留财 然后都放进来 就是要踢掉 国民党还是有人 没有人你要培养人 而不是像现前来讲 又放一大堆 国民党时代当中 国营事业一个人都没有动 都民进党这些人不可以的 在未来两年内期间 地方执政上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去验证民进党当初 做的一切的部分的错误 你都要让全国国民 至少让你的县民市民 扎扎实实的看见 而你要去改善这一点 而不要用蓝白绿大和解 这种呼噜噜 最后又呼噜掉 也就是说 你不要民进党 自己在检讨败选 没检讨 那么国民党 你当然要把他们的问题 检讨出来 就是才对民众交代 而国民党你自己也不检讨 大家现在大报告 现在要来开Turbo 拼性月数了 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同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